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我去乌安邦瞧一瞧 陆毅不再多问 而是与上官熙快步赶往乌安邦 02旬今夏 陆毅和上官熙来到了乌安邦 拜见了谢老帮主 然而 他四下扫了一下 却没有见到谢霄和今夏的身影 敢问谢老帮主 谢少帮主没有回家吗 这个不孝子 倒是回来了 不过又走了 谢老帮主每次提到谢霄 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架势 可是有谁和他一起回来的 陆毅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继续追问着 哦 他师姐陪他一起回来的 那他们现在去哪里了 他们怀疑 害乌安邦的人是董其胜 决定按探董宅 敢问谢老帮主家中是否有夜行医 直接告诉陆毅 这个董宅定不简单 如若不然 今夏不可能直接去夜探董宅 谢老帮主给陆毅和尚关西找到了两身夜行医 二者穿戴好后 便立刻赶往董宅 接应今夏和谢霄 03神秘的董宅 今夏和谢霄来到了董宅 只见宅院内戒备森严 站岗之人分为三批 每六个人为一批 轮流交替 甚是严谨 躲在暗处的今夏 对此充满了怀疑 谢圆圆 你感觉没感觉出来 这董宅似乎有些怪异 怪异 哪里怪异 谢霄反应向来大条 他倒是没有发现有何不妥之处 这董宅只是普通的曹运帮派而已 为何会守卫如此森严呢 你想想 你们乌安邦不是要比董宅更富有吗 可是 守卫却不及董宅的一半 我们乌安邦个个都是高手 自然不需要守卫如此森严了 谢霄自信得道 惊吓白了他一眼 只感觉自己是对牛弹琴 哎哎 他叹了一口气 若是路易在此 他一定能够听得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零四调查 谢圆圆 你发现美董宅的西侧后院首位最为森严 我想那西侧后院定是有猫腻 我们去那里查看一番好不好 好 听你的 谢霄和金夏趁着黑夜和值班人员的空档 偷偷地潜入了西侧后院 他们趴在墙头 轻易不敢动 生怕被发现 突然 眼尖的金夏发现西侧后院中走出数十人 他们手拿又长又窄的大刀 谢圆圆 你看 那些人手里拿的刀和前院的人不同 他们貌似便是杀乌安邦弟子的凶手 谢霄听闻金夏如此说 立刻炸了庙 他恨不得立刻上前 替死去的兄弟报仇 金夏立刻拉住了他 小声道 谢圆圆 你别冲动 我们再观察观察 探一下他们的底气 袁大虾 你是怕了他们吗 放心吧 有我在 定能护你安全 你是不是傻 他们那么多人 我们只有两个人 若是我们遭遇不测 谁来揭发他们 那怎么办 我怀疑他们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轻功好 你去引开他们 我去一探究竟 你自己能行吗 放心好了 我可是夏爷 既然 我有手冲磅伸 没有事情的 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两个人自然无法想象下面的环境有多凶险 便自作主张地开始调查起来 谢霄寻找机会 去了金夏的对面 故意弄出动静 江西侧院内的人都给引了出去 金夏见四下无人 便立刻潜入其中 他借助着绳索的力量 跳入了院内 这看似普通的小院子 金夏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简单地查看了一番 果然就是简单的四合院子 里面是各个人员的住处 貌似并无不妥之处 只是若是仅仅是简单的院子 怎么会有那么人多把手呢 他让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想清楚 到底哪个环节有漏洞呢 突然他想起那十多个人是从中间那个屋子走出来的 一个小小的屋子 怎么可能会容下十多个人呢 此处定有猫腻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中间的那个屋子 幸运地是屋内并无他人 他慢慢地推门而入 屋内陈设很简单 乍一看 只是普通人居住的客房 他看了看墙壁 上面挂着李白的诗 望炉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仪式银河落九天 这首诗很简单 貌似没有表在这里的价值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金夏不停地思考着 总觉得这首诗 不会无缘无故挂在这里 他思考的同时 突然间看见暗子上的香炉 又瞧见了另一个暗子上的香 那里摆放着不同颜色的香 金夏拿出紫色的香 点燃 插入香炉内 突然墙壁上开启了一道暗门 果然有猫腻 他顺着暗门慢慢向里面走去 里面越来越宽敞 越来越明亮 他突然间听见里面传来声音 那是他听不懂的语言 莫非是倭寇吗 突然 他背后响起一声 抑郁的声音道 你是谁 这一声响 吓得金夏一哆嗦 立刻回头 只见一个脸上 有刀疤的凶狠男人 站在他身后